今晚要来共同欣赏的诗 生长于江南 但事患生涯 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 但终不获允许 相关之丝由此而愈加浓烈 此诗正反映了 他的这种相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他年继此生 来自于诗人七处的内心深处 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 又酒鸡精师不得难归之后 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祭的悲凉念头 人生如祭 人生如梦 及人生如戏的思想 都源自佛教 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 认为人生不过是 暂时寄予于世界上的空皮脑而已 于吉的发问并非懵懂 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顾问 这种人生如祭的观念 已深深加根于他的心上 所以他做官虽然观至 汉林苑学士 国子祭酒 也坚决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观情 是指哪怕是隐居山中 或是浪迹江湖 祭此余生 都不能忘却 魂牵梦绕的相关之情 当然 这山中江上 也带着江南的青山绿水 在那里有杂花生树 草长鹰飞 画周横迪 九旗招摇 家乡的一草一木 总让诗人牵挂着呢 总观情是指 无时无刻不再关注 相关之思的落脚点 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 长松树 竟把风生做雨生 传达的是诗人那种 无法排遣的乡愁 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 竟然会埋怨起那 绕屋而长的 高高的松树身上来了 绕屋的松树长而高 表明诗人居今诗此屋 已多年了 树由如此 人何以堪 岁月的流逝 更加重了诗人 相似的凝重 不仅如此 这松树又毫无理由地 总是迎风发声 诗人每每听来 仿佛又回到了 江南的雨生里 竟把风生做雨生的 不是松 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 这种错觉 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 诗人 酬情地深植 和难以驱除 诗人不仅对江南的 江山景物观情 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 入耳 作声 都会使他 联想到江南的 江涛雨生 可见诗人的相关之丝 已使他进入痴迷状态 成了他的心病 竟把风生做雨生 也是诗人的奋机之语 独坐而私 又难解相仇之时 就连乌叶的松风 也被牵连进来 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体为院中独坐 含有深刻的 孤独和寂寞的意思 他的这种相关之丝 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 所藏的家国意识 故界院中的松树 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大诗人李白 有独坐静庭山一时 世界孤云 寄托自己的孤独 于即院中独坐 亦从松风中 找到寄托对象 并从风声的倾听中 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 其内心痛楚 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 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 故土家园意识 从而传达出 独坐的神遂 让我们最后再来一起 诵读一遍 愿中独坐 缘 鱼吉 何处他年 祭此生 山中江上 总观情 无端绕屋 长松树 尽把风声 做余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